今天来弄个火锅 在美国火锅怎么去 像这种相应的这个火锅有两种型号 一种是鸳鸯锅 一种不是 我一般只吃辣的 我就只弄个单锅就可以了 这个锅呢 亚马逊上面 VB上面都有卖 大概六十几块钱 如果去超市 买就很贵 所以大家不要去超市买 经常在玩乐 这个火锅呢怎么弄呢 就是像这种火锅底料方块的 那这种八十克的 这种火锅底料放三个就行了 现在我们把它 我刚才那个丸子里面有几个碎的 我就把里面流入汤一起倒进来了 这种方块呢我们顺着剪 直接给它剪 直接给它剪 剪去上边就ok了 这样直接跌进去 剪去上边 放入汤 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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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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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汤是非用开罐器 这样 做鸡汤的啊 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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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汤是鸡汤 鸡汤以后的开罐器都对 鸡汤 直接倒进去 加入切好的姜面 鸡汤 这个是个四斤的羊腿 为什么要买现成的羊腿 来算 因为这个五块钱也购 而且没有费 如果你买这个冷冻羊肉 最少十块 现在 用这个吃的更爽 现成的羊腿 你把它解开 这个网子敷开 拖一五两多二 也可以用眼帽脚 吃完吃的多片点 切块切的多些 感觉比 好可怕的 比新鲜一些些 缺微 我们从中间 这个是羊腿的大腿 中间骨头去了 所以没有动 这个怎么片呢 就跟大家说 你切块也行 切片也行 看你怎么爽 怎么爽 羊腿的不好 这边有一层皮 你想吃就吃 不想吃就扔掉 这样呢 你 你就 过来这样 这样以后 你就这样 这样切就是 第一个可能是条 蒜羊肉呢 就切薄一点 你看你想吃多少 就切多少 我推荐搞个一斤就行了 切个长条 先切一点 就切成继续 就要炒一下 再 FORM 做韒 做韒 这个就是小刀羊肉 这美式火锅